欢迎收看今天的有机人民反应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叫做Burger Paradigm Synthesis 但顾名思义啊 这是一个叫伯格的人发现的一个合成 就是比定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反应呢 用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三琴 因为它照一个含三个蛋的这样一个方向画 后那我们去跟左边这样一个 类似于 呃桥缓完听的东西啊 那这样一个同类去反应 然后在二间的作用下 我可以得到一个 呃比定 然后中间肯定会释放了一分子氮气 你可以看到被释放氮气 肯定是我用蓝色圈圈圈住这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大概它仿佛应该是一个DA反应 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地方给成了一个新的并联的样子 那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反应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呃历史这个反应非常非常新 现在1981年的Generative Organic Chemistry呢 这个ACS的一个杂志 这个Burger呢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毕业啊 所以他还是第一作者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他应该是Coin这个人的一个呃 PhD的学生 当然 Coin应该是大老板 那么这个 Penac应该是他的一个小老板 呃这个反应的基底呢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 它肯定是一个这个呃 DA反应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二极岸 先去把二极岸加到这个 汤基的碳上 这是呃 完成一样的套路 我们形成这样一个四面体的过渡态 呃四面体中间体 那么这样一个四面体中间体呢 它可以去脱水 因为总是会决定让水离开 那么这个时候 他选择是让这个Beta氢和这个抢基一块离开 我们这儿得到了一个双剑 得到这个双剑之后 就可以进行DA反应的加成 因为我们左边右边的这样一个琴 啊这个琴我同学可能不会写 口字旁一个 琴巢的琴 那么这样一个琴会用这样一个 碳碳 蛋碳的这样一个双剑 与它进行加成 因为我一旦加成之后 很方便的就可以去裂开一分子的氮气 那我们加成之后呢 应该是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这是完全跟DA反应一样的 4加2的规则吗 好 那么下面这个电子流向可能比较纠结 如果我想让氮气走 那么氮气要获得一分子电子 同时这个另外一个氮的电子要转回来 那么普通我之前的双剑呢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 啊挪一下位置 好了 现在我基本上具有了一个这个方向的结构 我们基本上这个 啊我红色圈圈圈圈圈 如果我再脱去一分子的 氢和另外一个这个这个二极安呢 我就可以去获得完全方向的结构 获得了比定啊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 我们用碱去把这个琴给拿走了 当然这个几乎 你说有谁会说呢 这个碱从哪来的还记得吗 我们这里边所用到的二极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键 所以没问题 这个反应的机理是比较单纯的 啊那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你所获得到的 第一个初始的产物呢 就是把它给消掉了 对吧 那你有曾说这里边没有什么 这个我我想 前边所涉及到的那个东西啊 这里边 呃没有那个 我们刚才所见到的这种 呃 这样的一个结构 ok 没关系啊 其实我们只需要涉及到这种 DA反应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想象到他这里边 把原来所有的集团 我们给分别标出来 呃 右边这个我们用蓝色圈圈圈 圈住的呢 应该就是原来所在的这个集团 蓝色圈圈圈圈住是哪块 这块这个 剩下那个氮气肯定是走了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来自于 他这个地方 呃那这个东西来自于哪 哦 我知道那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对吧 就这有一个双键吗 那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第一步加成之后 啊 你脱去了氮气 应该就是这样的结果 但 双键 然后 c o r e t 那 c o r e t 我们这也是一个c o r e t 好 然后这个 呃 氮气已经被脱去了 我们现在脱去氮气之后呢 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跟我们前面所画的样 这个双键我们 呃 红色圈圈圈 圈瑞双键现在此时此刻在这 然后他所联上的集团呢 应该是这个 啊 这边有一个蛋 然后是一个五元环 好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 很容易啊 因为我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 这个隔壁的青跟他一块销售都要行 因为这边其实是 啊 你加热了吗 所以我们把这个青拿走 然后离开的这个东西自然就是一个碱 所以我们就获得了最终的场合 所以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写成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例子一 它是一个直接就是d a 反应开始 然后去把这个反应实现的 非常方便 那对于这个例子 可能我觉得就稍微有点困难 我们需要先把它的序号给标出来 这里边能够帮助我们编号呢 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原则 两个ph 我们从这开始去写序号 123 来我们看看这边肯定也是123 然后那下边一个到底是不是4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455上连假机45 所以应该是ok的45 然后这是4和5 然后连假机 我们把编号弄好 会比较容易对应一些 好了45 那我们之后呢 就是 呃5上连的肯定是6对吧 因为说是假机之外 6789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对不对 6788号是但没错 9呢就自然是这边的这个碳 然后那这个应该就是10 因为9和10这个东西是把它给 呃DA反应加上去的那10 好我们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那所以其实 呃这头东西应该是一个离开的东西 对吧 大家可以看是感受到我们加完之后 这个东西不见了 那1和10相连 然后呃 这个4和9相连 所以我们感受一下 那它的第一步呢应该是1和4 呃10和9发生了一个这样的 呃DA反应的黄化过程 哎那你说那这这这双剑对不上啊 这咋DA反应啊 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方向结构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给双剑其实可以挪位置 这双剑你写成是呃 1、2之间是双剑 然后3、4之间双剑 单单这间双剑更合适一些 好 没问题 我们削掉一个氮气之后呢 你先把这个六圆环给并好 先把这个六圆环给摆好 呃 我们按照右边这个来写 或者按左边这个顺序来写都可以 呃1跟2之前是双剑的 我们刚说他其实这样转的 1、2 单单双剑 所以现在并上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的顺序给写好 1、2、3、4 然后是4号连到9号 9号连到10号 好 之前1、2是双剑 所以此时此刻呢 2、3是双剑 然后4、9是双剑 1和10之间其实是单剑 因为9和10之间肯定也是一个单剑 好 我们现在有了 这个结果之后呢 2、3是双剑 4、9是双剑之后 我们继续把该连的东西连上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结构 4之外就该是5、6、7、8了 对不对 4到9 其实还有一个5、6、7、8是并且的 30个蛋 我们把它写清楚 不好意思 这个有点啊 写乱了好 那4、5、6、7、8 4、5、6、7、8、9 这是一个环 几元环呢 4、1、2、3、4、5、6 6元环 这还有一个6元环 4、5、6、7、8、9 其中5上有一个甲基 CH38是一个氮原子 好了 这是这样一个环 然后8、9、10 是不是还在另外一个5元环上来氮 然后这是 就是这样一个5元环 PH 这是一个我们之前的结构 那之前这个结构我们红色圈圈圈住了 我们现在用蓝色圈圈圈住了 来 这个应该OK了 现在呢 我们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消除的结果 让他们这个东西完全变成我想要的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明显消除反应就是 我现在需要让10跟1之间成双键 所以我只需要让1上的一个氢走就行了 用减把氢带走这个电子回来 然后10的电子回到这个碳氮之间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是不是需要额外的一个电子 因为这个1、10之间有双键之后 我们看看这边是7、8之间还有双键 然后5、6之间还有双键 对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转过来 那1、10的转过来了 然后这个电子呢 可以转到这边转到7、8之间 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个7和8之间的双键 然后5、6之间双键怎么办 我们暂时暂时可以先不管他 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先写出来 那现在的样子应该这一坨东西我就相当于跑掉了 这个这个已经是减了一个PHCN这样一个玩意儿 是不是有一个PHCN这分子被减掉了 好 然后我们剩下这一坨应该是两个六圆环的并联 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4和9是在这 我们来写清楚8是一个弹 然后现在呢 这是7和8之间是双键 对吧 然后6和5之间还没有 这是5号位 所以还有个CH3 然后那之后呢 我们所设计到的这样一个呃10相连的就是1和10之间已经双键了 然后2两个PHPH 然后2和3之间也是没问题啊 这里面我少画两个PH啊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PH这也是一个PH 好那下面我们怎么去把这个5、6销量这个也很应该很容易 我们因为他这个条件非常强232度 所以我加入的话呢 也许他可以去脱去一分子的清气 直接就是呃 再减清气就可以从他变到上面这个样子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拜拜